金融 慢慢慢慢把它用了斷石刀先把它割化了之後 然後把它撕開 撕開之後再用了一個獨特的剪刀慢慢 將整個花瓣的形狀把它剪出來 然後用滾泥土把它粘圖上去 然後再一個一個把它黏上去 這個稱為我們的立體剪黏 那各位同學剛才你們看到的牛隻橫群那個 是用了我們的平面剪黏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這些同學摸了這個樹幹 它全部都是用到了我們的九翁 我們先將九翁打破了之後才把它黏上去 這個就是跟你們說的 初天的時候它是開滿了花朵 夏天的時候它整顆呈現綠葉 秋天的時候它的種子呈現金黃色 所以對我們台灣被稱為黃金樹 來揮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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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把它埋在裡面 然後外面我們就是用到鋼筋水泥 那裡面真的它是有包含了一棵樹木 然後來這邊有兩棵 那延見各位的到來 那女生相對的它比較含蓄一點 那這支電話是真的打得通的 只要你們一通電話 它就會來這邊載你們 那你們現在所做的就是我們的 我們山寨版的小火車 可是你們打這支電話的話 所搭乘的就是我們的三輪車 真的是以前老舊的三輪車 對啦 拍照 好 再去看 你們如果有這樣的東西要抗議 可以握腿抗議 那它最早停死了是在民國71年 特意先做我們停死的動作 因為我們在民國60幾年 60幾年的時候 我們契機車興業當中 現在沒有了 目前都沒有了 好啊 兩點 你們這邊的三輪車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 你們的老師美不美 我美 妳怎麼說不美 誰敢說不美 殘了啦 誰說了誰 誰說了 5分鐘 5分鐘之後我們就下雨滴 然後我們搭乘我們山寨版的小火車 往我們下一個景點來出發 好 好 加油 不夠不夠 這個會在這邊 放了一些特別有曬花之類的 那來這邊你們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整個這邊的旗子在這邊 它有非常的美麗 然後來這邊我們 因為我們非常漂亮的步道 讓牛客來這邊可以來這邊踏拔 整個來這邊體驗一下 我們關車鐵道的一個美景 由於曬子要在這個位置走 現在可以有一個環節 我們最佳的一個 我們前面的包裝 我們前面的包裝就要穿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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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可以跳舞 我爬下來 等一下 再一次喔 1 2 3 等一下喔 是到了 你不要再跳舞 要再跳舞 好 好 這樣 好 好 好